這個意義就好 嘩 你的杯子都變了 剛剛喝中藥 現在喝西藥 我們那些中西入璧 這個慶祝 Merry Christmas 先回答剛剛的問題 看到有什麼問題 香港什麼評級 最新的Moody在修理事件之後 然後將香港的評級降落到AAB 好像是3 AA3 大A小A3 然後還有什麼呢 是不是S&P最大影響力 我又不覺得 以評級來說兩間都差不多 Finch 相對少一些 Moodies 都多的 Moodies 大公答了 不是我答案 買定金融計算機 用手計有排計 當然 其實網上是有這個 Excel也有的 Excel當然是有 不用寫的 但想當年我 年一的時候是不能夠 拿著一個Excel進去 考試 可以用一部 金融計算機 即是金融計算機 你踢到那部機 那部機喝醉 那繼續 那邊 考過CFA的話 基本上都會有這部機 其實我也沒有考考過CFA 不過在我讀MBA的時候 很大樓 在MBA的時候我要考考 所以我有這部機 其實用開了也挺好用的 好過普通計算機 是的 另外有些回答了 IV是什麼 小兵麻煩大聲一點 不好意思 還有 小兵恩怨下下簽 今天有沒有機會 我看不到有人問你 第一個 那下下簽有什麼機會 答得好 好了 講多一點點 剛才那張的評級 其實他們大概每個評級都有一個 所謂的解釋 例如 究竟可信程度 可信程度 那個程度是怎樣的呢 究竟那個風險相對有多少呢 都有不同的解釋 當然最高的一定是最高質的 對不對 每個人都說自己高質的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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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到錢 還不到錢的機會有多高呢 就低很多 當然去到垃圾 如果債券去到什麼 比如BB加 BA1 BA2 那些 高一點 就會說 其實它都有一定的 底線 不過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 有些債券是不公開發售的 會私人發售的 有 有幾種的 有很多 因為我舊公司那時候 在2008年都賣了一批給巴菲特 不過就 就好像優先債 那樣 通常最美的東西 就不會給你的 因為是公司的 通常你發債之前 因為 經常發債的都是這樣的 譬如我想發10億債 我不是發了 讓別人來逐個逐個排隊買的 我當然先問一下 那天晚上我發10億債 你要認多少 我 你要認多少 UBS 那你可能問了幾間 那你大概 已經有人認了你 才會去 真的出公告發債 所以呢 很多時候都已經被人認了 你想買 是很難的 不如這麼說 2008年的你想發債 都不是很容易 那時候那些人 哪會拿錢出來 雖然找個財主 第一 你要知道有錢 第二 要知道對你的公司有興趣 你才能求到去 肯買你的債 還要一個定義 如果我們明眼會計數 當年 我舊公司發的債 雖然說一句 阿北山是贏硬的 那當然是讓他贏 一定贏的 債遠 你跟別人說 阿北山也買了那些債 那就是 你買一下我的 你買不買 那些 你想不想跟北菲特 投資同樣東西 再說一句 北山買完之後 你的三間評級公司 哪會敢降去評級 你也先看好 等於你做香港IPO 找李先生 例如我要10億 那我還是看看外面買到多少 我不會完全不認識 所以不是以前的證明 批給李先生 我覺得不夠 那我就找一些好的提供 所謂的基石投資者 Cornerstone 先放在底下 說有基金入場 有李嘉誠基金會入場 有這個那個 會入場 那就會好很多 所以你的債有分公眾私人 私人 很多時候聽到人說 但是你買不到 沒錯 公眾債 你就有辦法在市場上買得到 剛才說 我想說多一點 譬如去到C級的債 基本上可能EESWA 即發行人 本身都已經是 即是 即是 所謂 可能 你說香港有一間 做航空業務的那間 即是類似有C級11 即是美國理解 可能已經是 搞C級11 香港 那就給了 H字頭 其實 但我又想補充多一點 就是 如果你 不一定是每間公司要有評級 才可以發債 所以 你有時在香港看到 在賣的債 那些公司都未必一定有評級 而評級 這個是一個 很額外的因素 是的 所以 大家看到所謂評級是什麼 那 有時候 你說 哪裡買 或者找些什麼 怎樣參考一下 不是幫人買廣告 不過 就是上網找一個 都 看到幾多資訊的 一個債的地方 譬如這個網頁 我們看看 那個網頁 其實上面有 這個就是 找香港的 這個廣交所的市場 HKEX 你看到 其實我們一數下去 有很多不同的 7.5 麻煩你 數一數下去 其實看到有 買多少錢 最右的就是 知識率 什麼時候到期 都齊了 而且 哪一個板塊的 都齊了 在那裡 其中一個可以參考 這個其中一個可以參考 就是 看看有什麼 債可以買的 你看到 很有趣 有6厘 3厘 但為什麼到最後那行 知識率 其實都不是太遠 就是3.2厘 到2.5厘 之前的3厘 那麼多 剛才都說了 因為價錢不同 你看到 有偏遠在那個價錢 另外 再上落 有看到一些 叫做Perpetual Bond Perpetual Bond 就是剛才說的永續債 永續債 永續債 就真的 糟糕了 永遠都不是本給你 只給你 所以你看到 也都可以參考 最後那一行 就看到 這一類的 債 其實是說多少 知識率 另外還有一些 next call day 即是可以叫做Perpetual Bond 即是可以被宿會 被宿會 又是可以 類似用這一類的 知識率 去看相對的價錢 去定定 好了 講到很悶 因為 都不知道多少時候買 都很學術 很學術 是不是 我們自 這個 嘉賓變嘉賓主持之後 你都沒有說過 這麼悶的事 我們先介紹一下 剛才說這瓶酒 就是 我們變成廣告 對 講個雜誌 我們有這瓶酒 又是賣多少錢 100元一瓶 100元一瓶 我們現在先試 是一個 Germany的Wiesling 來 我們放一個大頭 這裡 不要大頭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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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畫面放大 可以了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後面的畫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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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試喝過 都覺得是OK 不會太甜的 Viesling 是 是嗎 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好 那你哪一瓶酒的時候 我們想說什麼 那是Oscar 竟然會想說Oscar 因為昨天才出了結果 當然 今天我們還沒有 以一個金融節目 最快講Oscar 對 也沒有什麼金融節目 會講Oscar 但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為什麼 始終電影都是一個工業 都是一個很賺錢的工業 曾經香港都是亞洲區的 叫做亞洲《荷里活》 曾經 曾經 香港曾經很多東西 那現在講Oscar 是荷里活的 再加上昨晚Oscar 出來的結果 竟然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 都是一個亞洲導演 亞洲電影 我剛剛發現原來有些觀眾 一開始已經猜我們會講Oscar 後面的背景 原來背景了很久 對 背景了很久 當然知道 那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特別講Oscar 就算是亞洲的導演和最佳電影 又代表什麼呢 其實如果不是我講Oscar 我想講一講 電影工業全球都在改變 已經不是30年前 香港盛行的電影工業 因為娛樂的方法已經多元化了很多 已經不同 以前一定要進戲院看 那些電影你不進戲院看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得上 現在來說 基本上你預約上完畫之後 四至六個禮拜就有碟出了 那我不看 你很快就有得看了 這十幾年前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進戲院的意欲又再低了 首先第一 如果問我另外一種 因為我是一家大小入戲院看 你發覺一家大小入戲院看 你那個洗費 足夠我買一隻Blue Wave回家看 現在看哪裏 看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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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香港只有他 不不 入屯門也很便宜 但基本上現在最便宜 70元也算是很便宜 UKAR基本上100元一張票 例如我一家大小 隔離45元 對隔離最便宜 屯門60元 英國70元 我要先說 我們不是只看價錢問題 例如我可能都會願意 給200元去看4DX 4DX真的很棒 你想想 又有風又有水 然後你的背部又會震 要算骨痛的時候幫你按摩一下 你想想看滅民 美國隊長 不斷打 不斷打 你的背部又會不斷被人按摩 即是百多元就有兩種享受 有視覺和有人幫人按摩 你現在是會有性價比的 如果你說叫我們付錢去看一些 家有喜事的N次版 還要不是那班演員 是的 變了再講普通話 給幾十元都會覺得 好像多了一點 好像多了一點 已經失落了 是的 但如果你說 又是荷里活大片 什麼Marvels 最終章 你願意多付錢 因為可能為了一個倒比效果 為了一個3D效果 這些在家裡或買碟是完完全全 都是另一回事 你願意投放這個錢去 即是等於當年 你看到阿凡大 他的IMAX 每個人看完普通電影 都要再去排一次IMAX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在機場看 那時候是4D 已經有噴水 是的 但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先戴上頭盔 因為講電影的專業人士 是多的事 在下都認識的 因為曾經另一個電影節目 電影節目 電影節目 後巷電影院 我都做了十年 我最近一年沒有做 我以為是因為你拍過那些 什麼V 我最近一年沒有做 我就做了監製 我就是做了監製這個角色 但當中更加專業的人 所以一開始我們說的話 我想抄開一點點 一個監製 根據這個低俗戲劇 你明白我說什麼 這個角色 在這個電影裡面 就等於一條 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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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毛 膠毛 對了 所以我就 你做了那束東西 我就就是這個網台的膠毛 不是那個節目 不是這個 不要緊 我也是最一個節目的膠毛 你說完 你說完 不好意思 我拆開了你 你有沒有EV做 我和阿芬做了幾多個節目 那你有沒有上 你有沒有為了拍戲 所以 EV一直都做這個 上廣西找金主 暴龍江 我只是拍電影 我只是拍網台而已 我想說什麼 EV就是進來打人 但是我想說 那些電影相關的東西 可能會很專業的 但我們可能有些東西 可能會錯 你多了原諒 盡量說 票價當然是有不同的 就算是不同的電影 也因為 你見到所謂的票房 都會有幾大的差距 有時候你說 你說香港收不到過億票房的東西嗎 香港也有過億票房的東西 有 不過現在一年有沒有一套 真的沒有 黃子華那一套 麥代宗司 麥代宗司 都過兩千 不過我覺得他心不逢事 你剛剛在這個疫症買的 他算好了 兩千萬很好 你知道嗎 我知道有些 我想黃子華買的那一套 一定不用兩千萬 那又這麼說 他收兩千萬票房 他不是全都收到 左小油刷就剩下三成左右 那是深油不用付錢的 真的嗎 深油啊 深油不用 你就是想 我不是說你也要分給他嗎 那就分吧 不要緊要 不是我分 但是呢 都說一下大概的數 其他那些 其實有幾百萬數都很好的 我看看 待會看看 什麼代多少 但是呢 大家剛才就說了 譬如說 以前香港的電影工業 都叫做在區內 都是數一數二 以前是日本 台灣也是一般的 反而就是 香港日本 亞洲裏面是比較強的 現在慢慢看到 當然大家都會提到很多東西 如果說到 奧斯卡這個韓國 可以拿到這個最佳電影 還有最佳導演 還有最佳外語片 我拿了四個獎 是的 今年也是一個大型家 我記得是 還有劇本 是的 最佳劇本 那是否一種啟示 是否我們有什麼可以想到呢 這個其實 我有一點後話 我一會再看 但我想先看一些數據 數據 例如我們看近五屆的最佳電影 當然了 《上流記生族》還有地方是正在上 但是近五屆奧斯卡的最佳電影的票房 全球票房界 最佳那裡 大概是這個數 你看到其實都很不同 《上流記生族》 大概是1.6億 比較近是《亡形水》 《雙形水》 《雙形水》 《1.95》 大概再之前一點 其實相關於少眾的電影 就是《月亮喜歡藍》 他們的消費力很高 我想說《亡形水》 就等於是 《美女與野獸》的 《水怪版》 《變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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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清潔公和野獸 你記得《亡形水》那一年 其實美國發生了一些事情 發生了MeToo事件 那時候比較上是會 對女性電影 或者女性向少少的事情 就會多人支持了 所以某程度上 有人說為什麼當年《亡形水》 會獲獎 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因素在裡面 原來蜜代宗司也接近三千萬 但是我想說回 在這個表裡面 剛剛這一屆和上一屆 其實這間製作公司都 不是這一屆不是 上一屆是Netflix Green Book是Netflix 其實Netflix用了 除了在美國其實不是 好像Merry Store Merry Store都是Netflix 今屆有競選做最佳電影 不過落敗了 女主角也是 落敗了 但是兩套都是Netflix 但是Netflix用了另一種形式 在美國上映 因為其實曾經發生過一些小風波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康城 是不是康城 應該是康城 是康城 就是因為Netflix 沒有去滿足到入場門檻 例如你要 插入電影 就算奧斯卡也有 真的麻煩你在電影院上 你不要在電視上 Netflix播完 就說你是電影 他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有些獎項 有些獎項 有些電影在那裡 沒有被入選 有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這也是一個 現在比較多人去探討 或者爭論的事情 我Netflix拍到整部電影 那是否一定要在電影院上 才叫電影呢 據我所知 Oscar真的有門檻 你一定要在 美國裏面的戲院上過 才可以參選 所以過去幾年 Netflix的電影 都會被安排在很小的 鎮仔裏面 上幾場 那就是上過 對 所以他們現在做這件事 老實說 就算這套上流幾身做 根據我左邊問右問 可能不知道合得錯 其實這套電影在美國 都不是大型發行 都不會像剛才所說的 Marvels那些 你肯定不用想 你想想 Marvels那時候 大家都看過 進去戲院 我基本上是沒有選擇的 除了Marvels 你沒辦法拿一套 破了紀錄的電影 沒得講 我硬要破 還要整個導演版 根本就是為破而破 根本應該要分開 所以可能獲得獎後 這套票房可能會更多 但問題在於什麼 韓國做到這個成績 其實這個成績都不是偶然的 因為都不只是奧斯卡給獎 一直以來 很多影展 這個世界很多不同地方的影展 基本上他都是座上客 不論是看城 之前的金球獎 金球獎 導演協會 都是榜上有名 而且都不是競逐一些所謂 只是外國片的競逐 可能本地的獎項 都會獲得到的 譬如奧斯卡 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這些獎 都沒有想過 一套 都不是美國為主的電影去獲得 你看之前那些 都知道不追擊更加什麼 之前的阿芬 阿芬中是講過的這套片 對 即是講新聞報紙的那些 即是阿芬中的每天下午那個 對 那上樓既身族呢 你們兩位有沒有看過 其實我還沒看過 有一個部分 你怎麼可以看部分呢 部分就是一套戲 你有時會跳過一下來看 因為韓國片 對我來說 我看我和Racky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原因是 雖然在美國都有 因為它始終不是一個 英文的電影 你一定要看節目 即是美國人看也要看節目 所以你要很專心 才能看到 或者你真的要進戲院 才能看到這件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會有一個 其實我有時候看電影 就會是開著電視機 放一個點進去 一邊正在做事 一邊正在聽 如果這是英文的 即是我 英文或廣東話 我可以掌握到 即是不一定要正眼看著電視機 但是韓文就沒有辦法 因為韓文的日文 就是你真的要 完全抽個時間 坐定在那邊看 去追字幕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太懂韓文 是的 我們看習慣的 你看西片的時候 有人都是看字幕的 其實你說奧斯卡 你說是否中文片不行呢 陳基何時那套 叫做 臥虎重龍 都成為了大家 李安當年那套 是的 他拿完 甚至乎很久以前 但他拿不到最佳電影 好像 拿不到 他是拿最佳外語片 是的 因為是不同的東西 其實奧斯卡很少頒給外語片 即是當年李安拿最佳導演那套 應該是 派 哦 少年派 你問亞洲導演有沒有人拿獎 有的 李安也拿過 不過 都是以英文 以英文為主 有 有個姓爆的也拿過 好像是 不過都是以英文為主的電影 你說爆得起 好像是 我想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我剛才戴上頭盔的原因 我真的記不到那麼多 你們是說最佳導演還是最佳電影 兩者其一 之前 之前是沒有亞洲電影拿過最佳電影 不是 最佳電影是沒有人拿過 最佳導演 李安也拿過 對 李安也拿過 也是 少年派 我不肯定是提名還是拿了 少年派 一定有提名過 其實你說 是不是 華語市場是沒有人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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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有人想向著 拿著一個標誌來做 可以這麼說 最簡單的可能就是誰 這個 大紅燈禄高掛那類 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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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李安 久不久也有打出來 做那些 只不過之後再看那些套路 那些套路就太過頂不順 我們就沒有了 你說亞洲有沒有其他衝突呢 其實都有 譬如我們之前 碎吊鳥我的父親那些 他那些都是常客 那個就是康城常客 就不是奧斯加常客 基本上每年都見到他 康城會接受我的語片更多 因為歐洲國家 都是比較多語言的地方 不只是英文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那套片 都真的是 日本的導演 其實都叫做 拍的片 都是達到 某一種電影藝術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 去到這一次的 上樓幾新族 我相信 因為以前很多的亞洲片 最大問題就是 失去了一種所謂共鳴感 我外國人看上去 我不是很明白 是的 我明白的 但是不太覺得是這樣 但是 這一次是說 一個家庭 他要住在水平線以下 的家裡 一下雨就水浸了 浸了下來 那個屋 基本上 可能要拋出水 找不到工作 一家四口 女兒要幫人補習 我們先戴一頭盔 會劇透的 是 其實我也不記得 所以可能 這麼久會看那套片 一家四口 找到工作 找到什麼呢 就是幫一些Pizza 那些店舖 就接那個盒 接一盒 是的 但是要求他接得漂亮 還要幾分鐘內接好 那些 只可以做這樣的工作 機緣巧合之下 兒子 有個老死 因為幫他有錢人 就做 有錢的女兒 就補習 他就說 我要去外國 不如你幫我帶貨 他去到 用了很多方法 把全家人 全部進去這家裡 例如做管家 司機 是的 大家看都沒有所謂 因為 因為 他全部進去之後 為什麼叫上流寄生族 因為 寄生在上流社會裡 他就突然間 一個很低下的家庭 去到一個上流的生活 慢慢就 好像寄生蟲一樣 叫做Parasite Parasite就是寄生蟲 寄生在家庭上 這些衝擊 其實在外國人來看 其實他都很明白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一種盼望 或者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貧富懸殊 全球每個國家都有 就不只是亞洲不亞洲 所以他們中間的共鳴感 就容易產生了 只不過你說這套片 為什麼可以拿到最佳的導演和電影呢 劇本真的寫得好 雖然有一個故事 你有沒有想過呢 可能有人想過 但是拍得這麼赤裸呢 我覺得真的是第一次 就是這種 那種強烈對比呢 還有那些對白呢 是每一下都是 就是 向著你的心這樣打進去 就是你會很感受到 就算你 可能我也沒試過 住 可能下雨要 會流水的屋 嗯 對比 甚至乎很多後面的那些 就是 好像一帆風順 但是暗藏殺機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突然走出來的東西 又說恩果啊 那些什麼 就是他把很多的東西 包含在裡面 有幾條故事線 但是他來得很切 就是很清脆 嗯 所以這套片是 他的拍攝和表達手法 就是做得很好的 當然也要清脆一下 這個導演叫做什麼 這個導演叫做 馮俊浩 其實都聽過他的名字 應該大概在 早前在香港的示威裡面 社會運動 有來過 在韓國也有參與一些活動 另一個男主角 也是帶這套片的 就是宋康浩 宋康浩 宋康浩也是有名的 宋康浩也是很厲害的 這兩個拍檔呢 韓國王秋生 又不同 有人這樣形容他的 因為黃秋生是邪美的 黃秋生是香港的Johnny Depp 那又不夠這樣說 那又不夠 黃秋生的範圍是很大的 你說他做了吸血桂里王 油炒烤包 可以 但是你叫他適宜一個 雙殘人士 他又可以 對 是吧 給人證據的感覺 是一個比較少人物 他不是一個很用力的演技 很屎井 屎井 因為他不是學院派的演員出身 他不是讀藝術學院 演戲學院出身的演員 他是一個 是做街球戲劇 即是做戲劇出身的 你要我想 我第一個想到臨雪 我發覺有些 像臨雪 但是臨雪 又做不到去 那種 未去到那種 臨雪是因為 即是我想說 去到這裏 你說這件事就是泰國話 即是說一下 為何香港 這個是香港的一個 文化問題 那種即食文化 就正是 有超過的 有多少便吃 那些 就是不會想到 有沒有其他東西會吃 就是有沒有其他 種煮法 其他種用法 或者是 不,不是即食 是炒冷飯文化 都對的 其實香港就要 要認識 要確認 重要是 不要緊 總不知道無間 Stein 就可以不停無間 無間輪迴 所以就是無間地獄 打到變成地獄 有幾套以臥底的影片出現 黑白森林 很多港產片都在講臥底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問題是 第一 我們少了本土的特色 因為就算你說以前的彭浩祥 我覺得他很有本土特色 例如你那些《大丈夫》 那些你都會覺得很好看 智明宇春嬌也不錯 智明宇春嬌 還有《買通拍人》 還有《維多利亞一號》 《買通拍人》 我覺得是彭浩祥的代表作 但這個是的 他在拍他自己 這個他自己說 黑色金蜜的打結作 是 真的忍不住吹哨 我也想說 譬如還有《維多利亞一號》 其實是說香港的樓價高到有些誇張 令到有人會想歪 這些雖然是一些小眾的電影 但那時候也是有香港的特色 或者是一些香港的笑容 即是杜魯智已經沒有了 最後一晚你有沒有去 你明白嗎 但也不是大修 也上不到位 如果你說宋康浩 其實你說他是不是很定型呢 他有一定的定型 但他做到的事情其實都很多 他可以做到什麼呢 他可以做 譬如有一部片叫《蝙蝠》 他是做神父 做神父就是去醫人 我看過 他怎樣醫人呢 就是類似 你當是醫波拉 有些地方 總之一碰到 基本上你都會舔 他就說我去試一下去救他們 然後發現自己沒有救 然後偶然之下 有些血清就打下去 原來那些血清其實是會令你 那個人 要吸其他人的血 你才可以救到 其實他就無緣無故自己 變成吸血殭屍 吸鬼 但他人的本性還在這裏 其實你說很市井 是拍不到那些片 他有某種感覺 有些市井 譬如是的士司機 他現在在做市井 那個是 但他 看來的士司機真的做得挺出色的 他做到那種 給大家那種感覺 我又很需要市井 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 有些地方是逆士司機 他又很想賺錢 因為我家裡有個小朋友 但又 見到一些不平的事 他又很耿耿於懷 他又做到這件事 所以韓國有電影人形容他 他是韓國版的鵝秋生 所以 他又會說 他又會說 我知道 如果強行要比較鵝秋生 我都會受清雲多一點 做戲 好了好了 我們不要用名字比較 不要用名字比較 什麼新美斯 我一向都不會認同這些 是不是 一向那些什麼 尤西比奧 神經病 一向比較 我一向都不認同這些 他就是他 我又不用想太多 我們說電影工業 大家看完就知道 我們說回電影 工業 為什麼香港 又拍不到這些好東西 還是我們再說 其實我本來就是想說 這個 Tarrant Contitino 從前有一個荷里活 即是 Once upon the time Tarrantino In Hollywood 從前有一個荷里活 有什麼說 我想說 其實這個導演 我都覺得他很 每次的戲 他都會覺得 令人覺得很痛快 其實不是 今屆競選最佳電影 幾出都很出色 競選得應該也好 有未必 競選得也好 看看那一年有沒有對手 我也覺得 明明也有對手 有未必真的特別好的 也不是的 月亮喜歡藍贏了哪一代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藍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藍 月亮喜歡藍那年 我沒有記錯 是贏了 你贏了 哪一弦 是呀 我知道 LALALIN是收得好過剛才那一部 是呀 收得好過《月亮喜歡藍》 所以不一定是收得好 加上我也不覺得LALALIN有多突出的那部電影 LALALIN呢 所以那一部電影其實就不是很突出 LALALIN特出 LALALIN我也挺喜歡的 當然我喜歡另一部電影《古動真我》 Vell Presser 即是講一個很嚴苛的老師 打鼓 教學生打鼓 用很多很難聽的說話 當學生不是人 甚至乎會報仇 那些表現手法是挺喜歡的 以音樂的東西放進電影裡 LALALIN也是的 都是有這樣的狀況 當然大家經常講得最多的是 接下來的情人節 究竟最後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男主角是否選錯了 男主角是否當初選錯了 他們男女的命運是不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一個話題性的 當然有人喜歡還是不喜歡 《上流記生族》好像都沒有聽過人不喜歡 有沒有 也有 我看有網民 網民水也不喜歡 我知道 網民水也不喜歡 有人說《上流記生族》 《上流記生族》 《上流記生族》 還有Jojo Rabbit和Little Woman 還有The Irishman 還有賽車 婚禮和Ferrari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中文 因為我正在看英文版 即是福特與法拉利 是嗎? 你又可以啊 可以嗎? 直譯 大戰 我忘記了叫 香港譯大戰 因為有時香港的譯法很難去捉摸 例如我想說Quentin Tarantino 有一套說納粹、德軍 那套譯法是譯希望遇上殺人狂 是呀 其實好像在說希特拉的晚年 暗殺希特拉 即是去炸 香港有時譯法是不值得去譯 是加一些創作的 如果強行去想它的中文名字 是很難的 但我超喜歡的 這是我自己覺得引以致 我覺得今屆上樓記心足 即是香港的譯法 有時是的 是挺好的 雖然香港現在好像不太爭氣 好像已經沒有了那種 甚至是直揚或是倒下來了 但這些真是 正所謂爛船都有三分釘 即是 那個 譬如起的名字 各樣的 其實到現在都真的做得很好 這個事實的 香港譯過中文名字 是 很多時候好過內地好過台灣的 很多時候都 是的 譬如 日後明天 我經常拿來講的 不是 我記得上樓記心足是香港譯名 外地不是這樣譯的 內地是記心蟲 是的 就算台灣也不是 台灣是上樓記心 是的 很煩 現在三個名字裡面 最神韻的一定是香港這個 上樓記心足 那個足字很重要 其實是的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但是 剛才我答到明天就知道 中文是什麼 香港叫明日之後 你知道大陸叫什麼 後天 後天 是的 後天 什麼地陸那麼生死亂 Sixsense 真是很救命 太直譯了 所以我覺得難傳都有三分釘 我覺得香港有些東西可以繼續欣賞 香港現在每年生差的電影 相對於香港電影業高峰 其實簡直是跌回一個單位的百分點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當年香港電影業最興旺時 在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 那時候就是 香港電影已經是一個亞洲區的保證 簡單一點 你知道拿一套電影走出去 東南亞走個圈 拿一份劇本出去 已經有投資者 就像天使基金一樣 就是不用怕 我沒有人買的 但是現在來說就是 你找不到 現在唯有向祖國去談 去合拍片 大家都明白 就算我們前幾任特首搞了一個SIPPER 開放了給香港的電影業 但是中間的條文都非常非常苛刻 再兼且更重要於劇本的審批 就是一套電影 原本的劇本可能 就算我們覺得有多好也好 或者有多貼地也好 你經過審批之後就只來播出了 就是 套片就 要是你要就內地 過到你才拍到 甚至乎不是說你在內地上映 據聞說你在內地取景 都要經過審批 那有不同的 不是 合拍片 很久以前就 制度會繼續變 是正在變的 由最以前合拍片 是可以 你先拍劇本 然後到後面你就修改 嗯 去到近一兩年 就 簡直是你要被劇本審批 是啊 他批了你才可以拍 嗯 你不能夠做兩個版本出來 嗯 那什麼叫兩個版本 例如 《無間道》 是啊 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 就是大家香港版本我不說了 國內版本最後是看到 劉德華被人射死了 好像總之 在國內要求惡報 總之要要成之於發 是的 那最簡單的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人都覺得不會欣賞的那一套 可能是去年郭富城和張文化那一套 雙雄 無雙 很多人都罵了七彩 你說抽到當年的 嫌疑犯 但如果我自己看 為什麼會成為香港的最愛電影 我知道很多人不認同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以合拍片來說 他算是拍得最 小兵好記 我做了一個節目 小兵好記 以前我做電影院還有幾件事 說到無雙 其實如果以合拍片在大陸可以接受的制度下 你又覺得 郭富城 大家應該看完 郭富城最後那一刻爆炸 很多人會覺得很糟 很亂來 但是你知道 如果要合乎 合乎 國情 這套片 就要成功抓到郭富城 抓了就不要看 那抓了你就覺得 這麼聰明 是不是 一直以來 都避免了 雖然最後那一刻被人撩起 但他都避免了 被人撩起還是撩起 最後是被女人撩起 人們會覺得 劇本寫得好 就是因為 又是 識字頭上一把刀 也不是的 他對他不好 那 最後那一刻 如果你說要拍片 又不要誠之於法 又要抓到他 那我寧願炸死他 我都不讓他抓 那你能夠接受了吧 那他又可以拿到一個票房 是不是 我覺得 在電影人的角度來講 這些是符合了幾方面的利益 還有 又過了自己的關 有一點 如果你很嚴格 不行的 有時候有些是可以 做奸角 可以消遲法外的 那你回不了大陸 這些片 就像當年的古惑仔 陳皓嵐是臥底 所以我經常不是說 覺得這件事 因為有合合別 始終藝術這件事 是很有獨特性 還有很地方性 如果你勉強 你去遷就對方 其實就變成兩邊不是人 他缺乏了他的特色 例如 你 其實你的戲 好看 因為大家想不到的結局 沒錯 有想像空間 你每次都說 那個賊很聰明 但最後都 警察突然間好像 撞到 抓了 所以回大陸看鬼片 我都預了 但沒有鬼 看鬼片 是妖啊 是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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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路 怎麼會不是鬼片 陰陽路 一道有上嗎 有上道 就算那套 不知道什麼 現在變成妖 現在變成妖 那套 即是張志琳有份做那套 都是鬼片 不過 你遇到最後的五分鐘 會看到什麼 發夢 哈哈 昏迷 之前想的那些東西 完全都是想出來的 精神病 要不就吸得沼氣太多 不知道那家屋 太久沒有人去 掉到那洞 就聞到沼氣 那套簡直是爛片 即是找鬼看的片 哈哈 即是你看大陸看鬼片 你是預算了 最終是這四個結局 即是一下子就推翻了 其實是沒有鬼的 你只是精神病 是的 你只是幻覺 要不就有發夢 要不就有精神病 即是幻想症 要不就吸入了什麼 沼氣 昏迷 那些 產生幻覺 你不可以這四個結局 沒有第五個結局 即是 妖就OK 所以西遊的就OK 是的 妖都有好的 妖又妖娜 妖娜 人又妖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辦法 那你就找 就算你說黃之華 現在都是兩千萬 那你一個河 如果不是這個疫情 隨便一討十幾億 當然 當然 拍片兩千萬都不到 哪一台 那套翻炒又翻炒 冷藩那套 加油 是的 那這陣子 我昨天 只是因為這陣子的事 你不要這樣 我看回第一集 很不高興 哪個 很開心 打劫 其實九七都可以的 九七加有起事 都還可以的 有綜藝題 不是因為有周星馳 公仔 不是因為有吳震宇 我喜歡公仔 這個是我第一次 這個是我一夜情的 整間電梯都是 那時候還可以的 不過你炒到第三個 我真的難得 這次不是第三個 還有什麼最強起事 那些 這次是第四個 你將那些 詩詩聯絡 加入起事還有一集 完完全全就是 翻版之後 還將那些面孔 轉成國內人 即不是歧視國內人 始終你不是說廣東話 如果你說河睡片 最後兩套 我覺得還要交到一下 的話 就應該是 液文 啥?液文 差點 我一閘也沒有看過 我不是 你沒有看大師 所以你沒有學泳春 我不是顏色的問題 我根本就沒有看液文 你要跟大師學泳春 不用 他慢慢拼 但是呢 我想說 我想說什麼 對 對上兩套 我覺得OK的就是 LikuLiku 新年才 哇 十幾年了 還有 夏運超人 喔 又是梁朝偉 其實你 朝偉 朝偉 大師 不 他也是大師 夏運超人 他也是一個大師 他也是大師 他是大師 是 夠了 哈哈 又仔又房 又比有糖 之後那些 學水片 都是用來消費的 消費大師 那是超人 是不是合拍片 好像不是 不是 不是 你想一下 合拍片一定會有內地演員 是沒有的 我記得 我不敢說有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我不敢說 是不是一定會有內地演員 以前一定要有的 一半以上 即是在SIPA 頭幾年 那時候要有一半 不知道 三分一 最少有三分一演員 在內地的 不一定是演員 制作人 但後期好像 放寬了 一個角色都會殺 放寬了 所以你會發覺現在 那些 合拍美國片 你會看到 一開始 有隻企鵝走出來的 那些 冰冰 就去做一個 什麼什麼角色 或者無緣無故上太空 拿一盒 蒙牛出來喝一喝 那時候的陰陽盒 陰陽盒 和另一種 不敢說 那些 不是 企鵝會企鵝出來的 不合拍的 其實你看回很多之前投資 可能是企鵝投資 可能是阿里媽媽投資 大盜 拳王阿里 或是紅茶鵝資本 華爾 還原兄弟 是的 阿妖明 你不開幾間 但是 沒有了 錢 掛稅 當然我們經常都說 國內 大陸那邊 那個票房 有另一個計法 你看見面數和實收 是有些分別的 我們經常說 遊行有偽進制 國情也有國情制 那大家自己計 國情制 有趣的 國情制很彈性 可以加兩個零 或者少兩個零 都可以 會少嗎 加四個零 什麼實數 可以加兩個零 或者少兩個零 還有一件不同的 你去戲院 你自己走進去買 可能是八十塊張票 或者幾十塊張票 你帶你去APP市 在美團APP市 你都經常回大陸 師傅 你又便宜一半 今天跟阿媽媽 對手的美團 美國上市 三六 我不說了 貓眼 還有一間貓眼 貓眼買票 是的 你經常回大陸 我有研究股票 我以為你回去了 研究股票 不是 我是研究國情的 是 他們怎樣 我以為你回去了 有兩個星期就見不到 我有行美亞rollshow 我也有去看 我每年那個影視 有 他每年都會 一年會搞兩次 投資者rollshow 還有 投資電影 有 下次給予一份rollshow 你看看 影時展也有去 他之前 他之前有投資幾部電影 一 經常都說聽風者很久之前 接著那一部 《沉默的催眠審訊》 有的 催眠審訊 是他投資的 催眠審訊 張家輝 我早前才看 說他催眠的催眠 是嗎 是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催眠家 沒看到 然後 他的女兒被人綁了 要他令到所有陪審團 都要站在罪犯那邊 就是要判罪犯無阻釋放 應該不好看 不要緊 都是拍片的結局 很久沒看過張家輝拍到好片 那時候 激轉 那時候 嘩 幾多年前 剛剛這五套 都比這五套更老 激戰 是 你便會輸一輩子 他覺得 現在沒有將來有 那套好像是做導演的 那套 他做導演那套真的很嚴重 他做過兩套 那套 哪套 那套是 驅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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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駝地驅魔人 然後 拿雞 然後扔 然後有一套就是 不斷打架 我忘記了什麼 就是綁了人的女兒 那類的東西 靜忍 靜忍不是他做導演 我忘記了什麼 林初榮 靜忍 低氣壓 唉 這套真的聽過 我好像聽過 低氣壓 好像是沒有看的 我記的東西真的差 那兩個拍檔厲害很多 我真的記不到很多 不是 因為那些很難 基本上 低氣壓那套真的看完低氣壓 低氣壓真的有聽 你知不知道低氣壓厲害到是什麼 其實 有一間酒店 一些比較高級的那些 為什麼住了一個 武漢游市的人進去呢 就是武漢游市的人進去呢 是 因為低氣壓 因為庫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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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低氣壓 你說菌也殺死 你這套片殺不死 你是不是 庫壓房不是殺菌的 是菌走不會出來的 那套片就是無法出來的 所以 唉 希望 其實呢 你說政府是不是完全沒有幫助 也有的 其實每年這個影視展 裡面都有 這件事我真的可圈可憐 這件事我都會跟你說 你有沒有發現過 你政府那個電影創作基金 他放了十億進去 然後呢 他過去批過出來 都是說十隻手指數得 還要是每一套電影 只擺一百萬給你 或者兩球 兩球你拿來拍手指嗎 所以說 最好的那套應該是易流大叔 哦 那是 最近 有好東西的 什麼都還有一套 好像十年是有給錢的 但有些東西都是不行的 有些東西是不行的 去年應該除了易流大叔 還有一套說 若智 或者是無名 一念無名 一念無名 對 還有一套說 輕度若智人士 說一間學校 我忘記 名字挺好聽 一念無名的時候 其實我都極推 你說一念無名這些片 去不去奧斯卡級 奧斯卡級 我就覺得 但如果一念無名 我就覺得 如果我看完整部片 我覺得 又沒有說不行的 剪開了會好一點 因為有幾段是很好的 有些演員組都很好 但有些 我覺得 整部片都衝得出亞洲的 衝得出亞洲的 都可以 因為始終 我覺得有時拍小眾電影 你的規限反而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你拍出事實是OK的 例如我剛才講的一套 《藥智人士》的電影 我記得是魚香營 我記得 余香營 真的考我幾成 我真的不記得 我只記得 《藥牛大叔》 《藥牛大叔》 有《藥牛大叔》 這幾年 比較是小眾 或者比較特出的電影 我也認同可以走出亞洲的 但太多了 淪落人其實都可以的 是 其實我純粹想提出 它有兩個基金 一個是給錢 一個是借錢 一個是電影押紙基金 但是兩個都是在過去幾年 不要說十隻手指 五隻手指都數得完 沒辦法 因為香港政府的官員 很害怕說 我們立戀用公帑 用這句話 所以他寧願說 我們基金很大 還有很多錢 這個也要小心一點 牽涉很多東西 我也不敢去說 事實上也未必是關於香港的官司 這些電影投資 其實很多次都牽涉到 其實很有趣的 香港很多錢給錢 那些基金 他批不批呢 其實都會說很多東西 包括 你找到什麼監製回來 有沒有一個背景 當然你還有很多劇本 還有很多突心口 有些 譬如《一年無明》 說明 一早就跟他說 我給不了多少給你 跟曾志偉和余文樂說明 那因為曾志偉覺得OK 他就找金燕玲再找余文樂 對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有時候牽涉到太多東西 我又很難一語去說 但我覺得有沒有支援 有的 起碼有個平台 譬如影視展裏面有HAF的 你可以找投資者 他有個地方讓你商談 那些 你說電影發展基金 都是有運作模式 但當然是否 進入人意 未必是 那你就算坦白說 你說上樓基辛族 是否這一類的影片 都不是 甚至乎 那又這麼說 上樓基辛族 因為國家對電影的支持度不同了 我記得大約一年多前 我訪問過 我還沒做金燕玲樂所之前 我做了一個家長節目 最後兩集 我訪問了黃金花的導演 他也說過 當日他寫劇本的時候 就不是出來的那個劇本 當日那個劇本是 去找投資者的時候 寫到一個婚外情 一個家庭的悲劇 到他去認識了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庭之後 他才把劇本改一下改一下 後來還留有一點點 說婚外情 如果沒有這些 我都很難找到投資者 最後都要這樣找投資者 其實香港就會難 你拿電影基金 因為我有幫其他NGO手 我很清楚就是 香港有很多很多基金 包括IT也有 電影也有 有很多 香港政府如果你說 過去15年 撥出來的基金那塊錢 我相信加加賣賣 沒有2000也有1000億 起碼有幾百億 因為之前有看過 波叔每年都說 我們要 我們的錢不能亂花 但是他就說 我們要扶植這些發展 於是科學員 或是IT 全部都住在一個基金那裡 於是把很多的營餘 都住在那些基金那裡 之後他怎樣花呢 其實我們很多市民都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那些基金呢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 因為我幫人有NGO 他們每年 都有很多社福機構 或者社福福利署 都會找一些NGO 他們說 你們申請一些基金 我們有很多錢 但是我們很明白一件事 其實說就是 告訴你很多錢 申請到那種難度 那種難度 就是 你和大耳孔 不要說大耳孔很容易 難度 你中落合彩 我想一些 例如我有看過 譬如 IT 有一個 幫助你們 改善一些 系統的基金 你看到上面 他批評過那些 IT 改善系統的基金 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其實我幫社福機構 是在申請的 你差不多可以說 申請不到 為什麼呢 你升級的那些基金 是不可以讓你員工用的 是讓你的會員 對外用的 譬如說 我放一些Kiosk 會員來到我的中心 可以上網 就可以升級 你可以升級那塊錢 但是你說 我寫字流用的那些 都是15年前 20年前的電腦 走過Window 7 已經 吸氣了 這個當然 他是生意 所以不是說 他批評了那些項目 那些是 譬如某某公司 升級網頁 批評5萬元 但是 那5萬元通常是 你實報實消的 就是我已經給了出來 然後他再給你 又或者是 POS 又不知道 幾萬元 幾千元 總不知 你先給了出來 通常 第一 第二 就算有時候 不是先給出來 只是一人一半 就是 我批十萬給你 你就是要批十萬出來 你沒有十萬 就拿不到那十萬 就是很多這些基金 但是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看回我們隔壁河的政府 我經常說 我不是在這裏說的第一次 說了很多集都說 隔壁河的政府 那些科技基金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 限定 100萬人民幣 他當一個天使基金的做法 我可能投資100個 跑出一個 我就令到那個工業 可以在我 在城市裏面 聘請了很多人 做很多事情 那有些不同的 就是 那一句 在那邊做的成本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說 一套電影 大大話說 最少都要幾十人才可以拍攝 不要計 就是做打燈 開機 導演 劇本 大大話說二十十人 就跑不掉了 那你想想 我批一百萬給你 可以三十人分 不用這麼多 不 因為 看看 有的 其實有融資的申請資格在那裡 片場要八十分鐘以上 製作費不得超過二千五百萬 他融資嘛 就是代表你借他錢 然後 要還的 是不是 你收到片房便可以還 是啊 沒錯 當然 每個類別最少一名受僱人 原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例如監製導演編劇男主角女主角 以及可以在境內向公眾放映的核准名書 這些 其實還有其他 有資助其他電影的 那個就自己在上網看看就知道 那 其實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 如果你說要看回 我今天主題就是 說回 能夠有亞洲的片 進入了奧斯卡 其實 這一個 我又覺得 不是說要太看這個電影發展機 也不是看著這個去想的 就是 反而是 就是 如果你說香港來計 就看看怎樣跳出這個框框先 因為 譬如你說 阿鳳道 對不對 那 他其實 在 韓國都叫做拍了很多年電影 是 都打了很久 他基本上跟宋康號的合作都已經是很多很多年 就是 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要說 怎樣可以 可以去到一個程度就是說 可以去到拿獎那些 其實都需要一些浸淫啊 那些情況 那你 必須要做的 就不只留在香港 可能你要去其他地方 那樣 因為香港始終 那個 已經沒有以前 就是很多的規限在這裡 那規限可能是 你要找投資者 你說的 嗯 有很多的投資者的顧慮就是 很簡單 我現在 你幫我 我叫你拍到片 可以拿到這個十幾億的市場 和不拿到十幾億的市場 嗯 是不是真的有投資者 願意這樣做呢 就是願意放棄十幾億的市場 就去做香港呢 有多少人願意這樣呢 嗯 這個是 我們 或者 剛才你說的 跳出框框 那個市場是很大 那你都可以光眼全球的 你印度片都不一定要賣 就是賣去那條河的 以前香港其實都是賣去東南亞的地方 是啊 沒錯 我們 印度片有兩樣看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片的市場都很大 它本土市場非常大 就是香港其實也都 如果你製作得好的 或者有些有心的作品 其實你說賣去東南亞 就是 又說回很久之前 你譬如周星馳電影 他都是說廣東話的 但是你會發覺很多台灣人 是因為周星馳而學會廣東話 不是啊 都不止他的 日本、韓國都是這樣 都是由香港電影而學廣東話的 是 之前有成龍 有張國榮 後期有周星馳 都是因為他們很多亞洲的影迷 是為了這些明星而學廣東話 或者近年 是不是真的沒有呢 例如 我想說大師 一代中師 你想說大師 但一代中師都是合拍片 如果沒有記錯 張子儀 是嗎 不知道 中間還有很多張進 拍的手法 不會像我們剛才那樣 跟隨了規律 警匪片 到最後一定會抓到 黃導演 一拍拍幾年 好像梁朝偉 由周邊 要減肥 再拍拍 因為停了幾年 所以 你也要有一個老闆 可以讓你這樣燒錢 才行 不過黃導演 習慣了找到老闆 做這件事 看回 這個 阿鳳俊浩 這個導演 其實2003年 已經在群主殺人會 跟宋香浩合作 當中還拍了什麼 其實 末日列車 大家記得嗎 火車不斷 那一套 那一套 或者叫雪隔列車 那一套 那一套 美國隊長那一套 是嗎 是 美國隊長做南之港 那一套也是合拍片 不過是韓國和荷里活 那一套 很棒 所以 其實你看到 那個 原來是這樣的 什麼這樣的 大師和梁朝偉 同一天生日 我和阿淑 阿鳳俊浩 同一天生日 不過他大很多年 哈哈哈哈 可以補一句 其實你們看得差不多 哈哈哈哈 你看你肥肥的 幾次韓國人 好 那叫倒霉 你看他也有浸泡其他的影片 如果只是在香港還是會出現的影片 你看他也是國際化的 那你說他這部影片 我一開始看他也不覺得他拍這部影片 是有想著衝這麼多獎 大家都沒有想過 他一直都是風格來的 只不過這次拍得比較厲害 他拍的對比度比較強 每個人物性格很突出 他最經典的一幕就是 一家人已經上流到上去 但是一個意外 他們要躲在別人的梳化底 桌底 出不來 好像一條床鑽回去 那個感覺真的很震撼 他不用在畫面上 血肉模糊、赤裸 但是那些橋段和那種場面布置 那個手法 其實布置的布局真的很震撼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影片 如果香港沒辦法 香港有沒有一些 德國人都有的 可能去了外國打軍 那你這麼說 我們說公平一點 其實看回你剛才說的 香港早兩年的《無雙》 其實如果看回導演的手法 其實都很厲害 不過可惜那個故事 有一點被大家覺得他嫌疑了 嫌疑他 非常嫌疑犯 這些也是概念 即是同一部影片 有一群人就在懷疑這個《無雙》 那這群人在一年前 就很蓬佩潑那部叫十年的電影 但另一群人就覺得十年是不行 然後那一年 《無雙》又覺得很好 其實整個制度 那個投票制度沒有變過 我又不可以完全這樣說 其實《無雙》在商業電影來說 是拍得不錯的 是的 沒錯 他說銀子的東西很仔細 即是他的收集得不錯 藝抄的做法真的很仔細 第二 他的節奏很明快 他不會中間沒有冷場或者悶位 第三 他最後的結局反轉 雖然你說抄 但他的反轉結局 是令人覺得意想不到的 有這麼說 兩位男主角 都可算是近幾年的代表作 因為《周文化》這幾年 有哪部電影 你會覺得比較好 那是消費了一點 但消費得來就OK 有些消費得來就很難頂 那套新型很喜歡拍了幾集那些 即是那些 麥卡爾 麥卡爾 《無雙》裡也有幾年的代表作 對 不再聲勢力揭 不再猴子精 即是不要再聲勢力揭 那種 那你又 又不可以完全說 《周文化》 《周文化》進步了很多 但之前有幾套都好的 例如是 《私家偵探》 我突然忘了 《私家偵探》 《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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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起你老婆》 很難頂 《殺人犯》 除了Jacky仔做得好之外 沒有一部分是好的 但結果反過來 張兆輝是OK的 我覺得Jacky仔可以 Jacky仔可以 《殺人犯》 《我不要這樣看》 因為我覺得很陰暗 剛才說了10年 我不可以拿10年來 跟這個母雙來做例子 為何頒給10年呢 當時雨冬青有做過訪問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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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聽到 誰知道 在直播聽到 最大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 他是頒給一個 拍攝對香港未來想像的電影 香港其實 對現在香港的電影 一個很大的缺失 就是 以前你97之前 會拍很多97想像的電影 之後是怎樣的 然後03年的時候 你又會拍很多 對不起 大丈夫 其實在說《殺人》之後是怎樣的 沒錯 《空拍人》也是在說《殺人》之後是怎樣的 就是 《空拍人》也是在說 一開始《國民輝炒孔樓》 所以才找人拍攝而已 沒有單 其實現在沒有了很多這些 從現實社會 掛勾得來 還有思考未來的電影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10年 其實你不是在很好的電影 我覺得是一般 但是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經常說 什麼叫藝術工業呢 就是 藝術的意思就是 你會有想像空間 有幻想空間 如果沒有了幻想空間 好像合拍片一樣 結果 你入場就已經知道了那種 那就已經 不是一個幻想娛樂 或者是一個藝術工業 只是一個娛樂事業 我經常說 娛樂和藝術的分別就是 一個有幻想空間 一個會令你想多了東西 一個就是 你進去笑完之後 走出來 那就完了 這90分鐘 所以 其實我 10年 我明白10年為什麼 如果說質素 是比較慢車的 不過 他真的有 給大家一個想像空間 對日後有一個幫助 其實我是想說什麼 就是 首先 你訪問二東星 因為他是個人看法 是的 首先 你要明白 奧斯卡 不是奧斯卡 香港電影金像獎 得獎 是用一個什麼機制去選出來的 有第一輪投票 用第二輪投票 全部都是業界人士 其實兩年都沒有變過 都是同一個制度 因為業界人士 來去都是那一輪 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當他們選了10年 第二年可以選無雙的時候 10年 你可以不認同 但是你不能夠質疑 現在有份投票的人 我反而想 因為小眾的電影是難一點 例如你說三夫 你覺得很難接受 因為當年10年 有人覺得 比較多大陸投資的 要出來說兩句 烏其手 我覺得 你當年很支持10年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制度很棒 當第二年都是同一個制度 你選出來的無雙 你也不要再去質疑 當然你說我不認同 但你不要再去質疑 George 我覺得 這個是 我自己興建的節目的時候 我明白你的說法 其實應該去明白 這個投票機制 是比較公平的 我會覺得 因為 你十年都可以選擇 無雙又可以選擇 即是你只是在說裡面 的寄送 或者那件作品的水準 就不是因為它後面的背景 是的 所以 一套電影 我們講到這裡好像都不斷重複 香港和外面也不同 即是希望 有不同的 即是不能夠只看香港的 即是電影的情況 本地也有很多人才 也有很深厚的根基 其實香港也有很深厚的根基 如果你有怎樣利用 是一個情況 我這麼說 因為我是一百年多的 看了港產片也有很多年 即是由最興旺的時代 到今天的港產片 是有點唏噓的 這是事實來的 亦看到亞洲其他拍電影的地方 亞洲其他國家 例如以前我們覺得 台灣片不入流的 今時今日你會覺得 台灣片會 早兩年有那些年 那些年也拿不到獎 拿不到獎 但起碼你會覺得 你會有 有些共鳴 有些共鳴 即是你是那些年 我沒有看 或者是我的少女時代 我最多有看一個人咖啡 等一個人咖啡 譬如日本片 韓國片 其實我很喜歡看韓國片 因為結局永遠你猜不到 你入場一刻 你猜不到結局 其實是殺人回憶 其實是剛才你想講的 很久了到2003年 最深刻就是《Old Boy》 你是完全猜不到結局 到最後的結局 我是很震撼的 你會發現 亞洲其他國家的電影 會跑出來的 但香港這幾年 你要找出一年 你覺得好的電影 有些難度 2019年 你可以回想一下 有哪一套港產片 2019年 你會覺得好 我這樣說 如果你說有贏的大叔 是 我想說 要多謝 是 這個 後廣電影院 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就開始 每個星期 基本上有電影 就找你去看 我問一下 港女心態 你算不算 你知道港女心態 我們先問一下 港女 喂 是不是很多人 真的 譬如我約看 港產片 可能是誰 葉念心 剛剛那一套 是不是 那你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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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什麼男友 我的順盤男友 我的順盤男友 是 終於不找Stephy 痛 老了 大哥 這個有個訪問 很有趣的 那我明白 那天 Gaddis24歲 他去了那個評論場 他說 他說 我們這個班底 應該這麼多賀歲片 最年輕的 那是 然後我們十六歲 你是不是很懲罪 誰是老 我想問 其實 香港很多人 都寧願看外語片 都不看港產片 我想說一句 究竟你用哪一套去比 如果是《Adventure 4》 同一套 我的順盤男友比 你已經沒有選 不 我要想一下 剛才我不是說性格比的問題 你應該猜 如果你給我兩套 譬如 我的順盤男友 或者 《翠絲》 可能有人說 我的順盤男友 啊 那如果輪落人呢 譬如輪落人 和什麼比呢 輪落人和Little Woman比呢 我想 如果被人選 我會選 看 那兩套 如果說 這個是我的經驗 還有一件事 你可能 你不要說港女 例如你男子和女子 你當然要選一套 第一 容易點看的片 你有沒有興趣看那一套 除非他對你有興趣 你什麼他都看 是不是 就算你給一套 德州電鋸殺人魔 他都看 如果不然你當然是選一套 大家都容易點有興趣看的片 或者會流眼淚 有些位置可以幫忙 不要約清她去看鬼片 什麼儀胸那些 哈哈 你不要想這些 一二三看完 你都說你約女生看戲 你不會去看恐懼鬥室 一二三四五這樣看 不是啊 看鬼片可以的 然後大家互相捅到肚子 大家拿一條鎖匙出來 那些是4DX 不是啊 如果真的約女生 是會看鬼片的 什麼鬼屋那些 鬼屋那些 可能女生未必會看 很恐怖的 不是的 他們又是要看又要看 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是想說 我是想說 其實很多人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 不是說是約會 純粹是朋友 你要選 不是約會 不是有些真的是朋友 那 沒有 without benefits OK 未必 現在未有 以前啊 還現在 那是永遠 有四套片去選 一定是選外語片 我覺得十次中十次的 這件事 鬼佬片 這個又相對 港產片這幾年的質素問題 也不是以前 十幾年前都是這樣的 不是 都說了 如果你給 是有微外的感覺 《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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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故事》 我想 人們會選看《無雙》 是 我也覺得是 是嗎 我看人們都是看《無雙》 可能《婚姻故事》多 未必 我覺得黑武士的樣子 有點趕黑 有些不是的 不是 有這麼說 《婚姻故事》 只是字面 令你會有一種 我想說 為什麼這麼說 好像很紋 不是 因為約人 你通常會選一些 覺得娛樂性豐富一點 對 因為難消化 因為 始終 我剛才說的 藝術 藝術 就算你以前說到 什麼沙士比亞 娛樂 我覺得是先行的 不是的 如果一些人 在娛樂之中 拿到一些 訊息 這些就是最完美的 一代宗師 你說好的話 不是每個人 一代宗師 梁朝偉 你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黃家偉 黃家偉 你明白 其實那個八卦獎的精髓 你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但你 打十個 我要打十個 那套片的主角 當然是看張芷怡 但問題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 原來那套片 不是看張芷怡 你掌握不到 原來其實張芷怡才是主角 對 掌握到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掌握到 還要 你還沒進去場 看之前 只看音樂 你就不會覺得 那套片 但我想說 那套片 會容易理解 我想說 因為 的確 有很多人 以什麼 我不看港產片 為港 即為港 即為他的特徵 你不用想著 我看港產片 我是不會看的 或是有些 都不是的 去年年來大叔 常常都爆的 或是香港女生 爆的不是有多少 有些是鬼妹 I'm sorry I'm sorry Cantonese 不是那麼好 類似是那些 I'm not very familiar My mother tongue is English 你這麼像是會聖譚 I'm not very familiar Cantonese 不好 好吧 我們看那套 看那套 又是說英文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那些 Bred Pete Bred Pete Bred Pete Dica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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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驚訝 那些 要這樣 有些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有幾道片 叫他都會進去看 你會覺得 有些微外 你會說 一念蒙明 打死都不會進去看 說得太遠 但 很沉重 接著有 港產片 不用進戲院看 上網看就行了 一念蒙明 你會覺得看完都很沉重 很疼 你會覺得那個無力感很大 算不沉重 但你會覺得無力感很大 我還記得剛才我說的一套 《非同反響》 我先說 你會不會進戲院 女生去看《三夫》 你不會 恐怖片 恐怖片 《三夫》這麼熟 《三夫》 即是說 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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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了最佳女主角 好像有拿到電影基金 你不會讓女主角看《三夫》 其實我很久沒有讓人看電影 我自己看 不用說 我真的 我的時間太 你太忙碌了 你太忙碌了 我看電影 攝時間 我看電影是用來 Q-time 好 那說起來 威風是用來做的 那是攝時間 很難約人 突然間 我一會兒 現在 1點9 12點05分 我會在旁邊 一開我便進去看 怎麼約 他又不在旁邊 特地約人又煩 又說那區不去 那區不去 然後一定要看那一套 那一套 那一套又不知哪個區 只有一間又可以做 那我可以回答 John 為什麼你會因緣下下簽 我沒有關係 你要遷就人 看什麼電影 我看電影 我看電影 原來最好約人看 就是回家看電影 哦 不是你 我笑得很尷尬 我去不到 我想說 你有看過《破壞之王》的 Daisy 我張床很大 很舒服 我記得哪一套 《孤男寡女》 那一套 鄭秀文和凱俊傑 凱俊傑 我買了DVD 上來我家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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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欸 傻豬 哈哈哈哈哈 傻豬最喜歡你嘛 是啊 我買一隻點 上來看 行不行的 阿倉哥沒試過沒有 我剛才想回應你 我沒有 因為 因為男 因為第一 你幾樣 又來了 又來了 你又玩大了 因為他不斷踢過鄧雙腿 其實說回《孤男寡女》 導演和編劇好像很多年都沒有拍片 因為他們是拍電視劇出身的 比較地道 所以可以入屋 入到香港人的感覺 你會想回《孤男寡女》 會想回《溺咕溺咕》 你會想回《家有喜事》 或是過年你會想這些片子 會拿回這些片子出來看 我總有一天才是看《家有喜事》 但因為現在的片子不是入屋 不地道 《孤男寡女》都是地道 所有東西都是香港的 多地道 所以你說現在來說有難度 都說純粹是 《家有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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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是很想看港產片 都是的 我不看港產片 我不明白 所以我就可以加深 深化了我 我不明白那種笑話嗎 或者在正常人的角度 我會覺得 深度 沒錯 看外語片是高檔一點的 或者你再簡單一點 你選港產片 中伏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我想港產片的娛樂性是高的 不過你後面的訊息是比較少的 近年港產片的娛樂性是很低的 那是 那些《九星》什麼 《最佳》什麼 來來去都是那些 那八個人 那九個人 根本就不是哪裡拍的問題 是好不好看的問題 以前還會有一些譬如鄭忠基 譬如說閒運超人 你覺得鄭忠基那些很好笑 是的 那他扮演葉劉 或者就算去到低俗喜劇 阿歡喜哥 是 暴龍哥 暴龍哥 都可以的 暗家炸田鼠 是的 你想想 那些什麼什麼報喜 什麼什麼聲音 那些是張繼聰 已經落到 那會變的 張繼聰OK的 有心拍的 張繼聰已經是好那個 對 其餘那些 呃 大家說一聲 今天這麼長 是因為電影這些太多的 不過我又覺得下一次是不會說 今天這麼長 要下班了 是不是 我才叫你看 因為平時不會說電影 所以今天就 很可愛 其實都 我覺得 這麼巧合 我又不拍 我做三個多小時 你不是做 我做三個多小時 我們想說 那是電影工業 我們想說一下 香港曾經是一個 亞洲荷里活 很難說的 亞洲荷里活 因為旁邊那些 不會拍 拍得不多 台灣 台灣 你都要去到 有民選 去到李登輝 打後 真的 開始 不是 剛剛我 昨晚 在Youtube看了一段 演唱 台灣一套 打籃球 演唱 我看完都吸引了 我去看 台灣之後的自由意志 高了很多 台灣也有藍片 很多 還要是 周杰倫 有一些 功夫籃球 不 是 周杰倫 有一套片可以看的 和 桂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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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做世界冠軍,不讓你,你很可憐 我要GTR,我要GTR 我做游泳站,你死了之後游泳站是我的 後來我要AE86 不是,我要GTR 我買一隻LOW給你 我買Fans給你,我要GTR 加一隻LOW 黃秋生做得好,做台語 入型入格,都是看漫畫 最棒 如果不是,我GTR,我昨晚贏了 昨晚GTR,我們死了 好棒 好笑 一進去,一進去,第一件事要開 以前的電影,我們可以說之後 現在都在回味 還可以笑 每年都有一些電影是可以的 像他所說,近幾年的學歲片,我只想 那是Ligu Li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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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u也不新 你覺得Ligu Ligu對對碰到新的 當然不是,還對對碰 Ligu Ligu Ligu新年才 其實想到,有些明 後面那些全部懶 都是偉家輝 劇本紅 那些之後 那些是抄襲的 因為那一套 其實都有一些 隨便拍的 我不是說隨便 而是很明顯 都沒有預先量度過 其實是大堆頭 他的名字也免得作 榮奇 是德華 天樂 青雲 那大家才說好笑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時候很隨便 老實說,這些影片都是笑一下就算 像電視劇一樣 香港得的影片是有的 很多都有的 我覺得不要暗示飛駁 就是 有幸,我們節目不知道有多少人聽 現在沒有什麼人聽 我們說些什麼 其實我覺得 全世界最看不到在香港的人 就是香港人自己 那不是的 我說完了 大家要 但這個星期五晚我不能說的 你知道的 你只是可以說 星期五晚那個 一定是覺得香港死了 那個不是小兵 星期五晚那個 也是的 不說話不代表 什麼 你是不是瘋了 傻瓜 是啊 這個 大家有緣聽到這個節目 心想一下這句話 我覺得 那這幾年也是的 但現在 在這個節目以外 就會有什麼 我說 香港不行的 你快點走吧 不要下來 你知道 科大多少 上海那些 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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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 不是啊 上海人 不是啊 上海人 不是啊 沒有關係的 他們在工作 但不是啊 中大人有這些 有這些 不是啊 我經常說 你香港人都不知足啊 不什麼啊 你們接下來沒有什麼 金融中心啊 沒有的啦 我說 香港不行 千萬不要下來 上海可以 千萬不要來香港發財啊 千萬不要來 我們在這裡呼籲 大灣區有無限的可能性 請大家去大灣區的發展 去大灣區買樓 買貴去的樓 中山 珠海 現在樓價便宜 曾經有些主持說 香港 is the doomed city 走 不要留在香港 以後不要來 快點走 可以的 你找不到自己的路 就走 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你找到 你找到一個價值 找到一個核心價值 就行了 什麼叫核心價值 我不說 我覺得很老套 大家自己去想 包括你剛才說很多 我們說了這麼久 幹嘛 香港電影 就是想說香港而已 是不是 從這件事去看很多東西 我只想補充一句 大時代 葉天跟大家說 一個人 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繼續 我忘記了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我說什麼 我記得葉天哪個 但我忘記說過 其實你要找到自己喜歡 找到自己的世界 才能發揮你的所長 看不到電視 大時代也不看 也不是鄉 韋家輝 我就是學 我只會扔別人下去 哈哈 最厲害就是 不是那幾句 找電腦拆完出來 那幾句詩嗎 不是啊 喔喔 合組歸去 不是啊 合組離場 告訴你 真的很多人學東西 大時代 是啊 扔別人到街上也很多人學 但是呢 我想再 那些是不是人來的 再說多一點 那一刻可能已經是人 再說多一點 不是拍戲而已 又說到兩點多 人家不問你了 夠了 其實我們差不多說了 我想說給我忘記了 不知道啊 那你留在下一集說吧 留在下一集說 也好 留在下一集說 沒辦法說電影 可以說很久 其實我是覺得 香港電影到今天 有些唏噓而已 不棄了不棄的 前途一片光明 可以的 我也希望有些更好的電影 或者這樣說 起碼有些電影 我們 內不中過年也好 過時過節 會拿出來看 譬如簡單 譬如 接下來星期五這些日子 你會看《孤男寡女》 過年你會看《家有喜事》 講的是1997年那一部 好 看看最近有些什麼 港產片看 他也有的 有些 當然羅首耀那些 就不要搞我 對不對 很難頂的 那些真的 我也頂不住 啊 什麼哥 阿Sam哥那些 也是不要搞我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不是啊 其實你之前讀問 就是《空手道》 那些呢 《空手道》 也不一般 如果你說 今年新年檔期 我的《水門男友》很不錯 那 不可以嗎 我看到《炎炎心》這三個字 我就不可以 這次OK 我覺得 我有欣賞他 我也有賺他 那之後 我還沒看到《肥龍哥哥》 《肥龍哥哥》 可以嗎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手上失憶了》 我看到了 《手上失憶了》 這是什麼片 這是日本片 對 對 說了這麼多 以後還有很多電影 我想一下電影 我想一下Kenny的節目 哪個 Kenny 我們同台的主持 哦 拿了 之前電影冰箱 我之前在他的帖子下面 什麼時候再播放電影冰箱 再開電影冰箱 他跟阿Tim 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 不好意思 今天要迫大家看得這麼晚 對 現在《炎炎心》 最流行的東西叫什麼 不喜歡看嗎 不要看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不會的 我們很珍惜 每一個觀眾 很想讓他們看 有什麼不好 直接點吧 我們很歡迎 不要不聽 各位說髒話 你在下面留個 留言給我們 都是一個支持 不管是一個好還是不壞 對 好啦 我們這個 雖然《炎炎心》 說得很 看法這次可以好像 沒有 星期五那個剪四次 剪四輯出來 不知道 看是怎樣 好啦 多謝 你要剪回那輯就是 你跟導演是同一天出生 同一天出生 什麼啊 同一天生的 跟最佳導演同一天出生 就是這麼多 今晚要放上Facebook 原來發覺 你跟今屆奧斯卡 最佳導演 是同一天出生的 即是 繼大師和阿倫朝偉 原來同一天出生 是 我就跟最佳導演 同一天出生 是 不過他大很多 都有他 哈哈 好像20年 哈哈 有啊有啊有 有20年 有20年 哈哈 有20年 那個就一年 哈哈 哪個大哪個 對 好啦 好啦 回歸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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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嗎 夠了一點 拜拜 拜拜